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的话就会吸引来喜欢您真实性格的男士 不然大家喜欢的只会是台上展示出来的样子 那样的话匹配度就极差 耽误您的时间 好展现自己就可以了 放松点就行 那么我那我都没问题 您好 您好 不是 我之前以为现在实行这个脚 那个抖音上脚握手 就是现在特流行的新式的握手方式是吗 你怎么握手 您教教我 就这样 我得这样一个 就这样算握手了 太久了一次了 我发现您还挺时髦的是吗 现在不没事吗 不是疫情期间吗 就是看个手机 手机上好多那个段子什么的 就是现在握手是这样握手 太好玩了 看来跟您在一起一定不会觉得特别闷的 那我们这个一号女嘉宾究竟是一位怎样的朋友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她 一号女嘉宾 孟丽君 60岁 北京人 李耳鼻喉科 医生退休 小二 赵那么胖 最近疫情胖了吗 应该胖了一点了 要是原来可能更美 可能在家待的吧 就是应该 要是平时我就是健身房 经常去健身房吗 每天都去 没有一天不去的 是吗 就是好像是一件事 要每天做的一件事 我知道了 去健身房有好多人都是天天去 天天上那儿不洗个澡不回家 嗯 您也是这样 不是天天洗澡的吗 对对对 真的呀 我就是有时候就跟他开玩笑就是澡堂 那我们的一号女嘉宾已经坐在我们面前了 究竟她经历过怎样的人生故事 接下来我们详细了解一下 我们进入原来是你 第一个呢是我的晚年生活 再婚就得聊三观 短暂的婚姻 您的晚年生活应该还是挺丰富的 退休以后就是一直健身房 完了有一个舞蹈队 有一个模特队 我们来看看女士过去跳舞的照片 哎呦这个好美呀 这个是模特队的吧 对对对 哇这个好美呀 这个姿势真的摆得很漂亮 我看您这个体态气质这么好 能不能现场给我们表演一段啊 可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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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有一个的小女 是一句句水腐肉 女人跳舞就比男人好看 柔美是吗 对 有点柔 男人的身体她是比较僵硬的 除非你是学舞蹈的 一个细节我注意到了就是表情 表情非常好 我觉得这眼睛特别的明亮 然后每一次给我们带来的舞蹈 可能都会有一个 和观众的一个互动 一个对视 我觉得把自己的一种情感 呈现给大家 没错 能看得出来女士 是一个特别注意 各种小细节的 这样的一位女士 那现在您的每天的生活 就是这个像什么 舞蹈 模特 包括健身房 这些会占有您多少时间 现在我们就开始了 每天早晨 因为我是特别爱做卫生的那种人 也是算健身吧 早晨起来坐坐家里的卫生 完了我们十点钟就开始排练了 就是我教大家其他的舞蹈 是您教大家 对对对 您是老师啊 我不是 就是我可能会得多一些 或者从那个糖豆网 那个下载点 自己先学 学完以后交给大家 那所有的舞蹈 都是您自个儿先弄会了 再交给别人 有一部分 也有别人也会的 这个真是很有意思 需要花更多的精力和时间 对 完了等于是十点到十一点半 第二个关键词了 再婚就得聊三关了 我的三关比较接地气 就是我妈妈是医生 我爸是军人 完了从小的那个家庭环境 就是小被子小褥子 叠得那个特别整齐的那种 就得跟部队似的 对 完了特别干净 在一个当兵以后呢 就是特别整齐的那种 所以我呢 就是养成了一个 稍微有一点小洁癖吧 家里肯定是一尘不染 对 反正是属于比较干净的 那这样 女婿家里到底什么样子 我相信大家很好奇 我们一块来看看吧 厨房的一角 对 您做饭吗 平时在家 做饭做饭 做饭厨房 这么干净利落 这是一客厅 您家客厅怎么这么简单呀 不是 我的那个就是那个电视棍 我给扔了 完了我换一个新的 春节前换的 完了一直那个 我是在宜家买的 结果那个宜家一直没有给我送 就是不是宜家的事 是我们用而不让进 一直没送 但是我还是感觉 您家里边家具 好像真的非常的简单 能少就少 我是超能扔的 只要是两年三年 不穿的衣服 肯定就扔了就换新的了 天哪 真的我跟你讲 我看您这家 我好羡慕呀 我特别羡慕 我们家里也能有 这么大的空间 还有一个和别人 大不同的地方 一般的家里 对的全满了 因为他一个人 不需要这东西 所以很干净 你看看木槽 您家这地 您是每天都要擦一遍吗 会打蜡吗 不打蜡不用打蜡 就是光擦就擦成这样 就光 我是用毛巾 就是这样的擦 然后趴在地上擦 就是断裂身体那样的擦 天 床底下呢也都能擦到 床底下必须擦 就是床底下都是干净的 因为我是白毛巾 就是我那白毛巾 如果不白了我就扔了 我是一个超白的一个毛巾 那您会不会特别介意 比如说别人破坏了 或者说别人坐你的床啊 我是不能上床的 我是起了床以后就不再上床了 就是如果中午睡午觉的时候 就要睡沙发 必须得洗了澡了才能上床 为什么呢 就是可能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洁癖吧 比如沙发要是不方便睡 或者家里比如说有别的人怎么办呀 有次卧睡次卧 就我的床不能寻人上 那假设您要是 比如说再婚了 选择另外一半了 那位先生也不能上床睡觉吗 不能 晚上也不行 晚上可以 晚上洗完澡以后可以 晚上洗澡 还不怕感冒呢 说不好听的 就是像夏天一天洗 你知道吗 热了起来洗衣 冲冲那么热 不管天天冷也好 热也好 适当地冲冲澡 特别是老年以后 不冲澡内衣不换 在身体内放着一些汗 就爱饭棍 为什么老年人年轻不喜欢呢 就是你这方面的卫生搞得稍微差点 挺有意思啊 这个女士看来对这个干净整洁的要求 还是比较高的 不知道有没有男士 能够愿意和您一起 共同地咱们来维护这个环境 我们来期待一下 那最后我们来看看这个短暂的婚姻 聊聊您的过去的情感经历 您是在什么时候结的婚 84年结婚 维持了六年吧 因为我们也是异地 一直是两地分居 可能也是我自身的 因为可能年轻嘛 沟通这方面也比较欠缺 也没有太在意这个 就是我这个人可能还是偏比较自信的 我觉得都不可能会出现的事情 就是比如说他在那边都有人了 我都不 人家就有人告诉我 我都不信 我觉得都不可能 是他提出的 我提出来的 您不是说您都不相信吗 怎么还会提出来这件事 不是 那个女的已经过来找我来了 对方那个女士来找您了 对对对 因为我前后就说那个 说好像我不太同意离婚 完了人家那个女的主动来找我来了 可能那会儿还是年轻嘛 就觉得你要跟我离婚你会后悔的 我觉得那种感觉可能 后来他们在一起了吗 在一起了 就是在您离婚之后这么多年 你有走进过其他的感情吗 没有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就是我们原生家庭是有一个有爱的家庭 完了我就跟我父母在一块生活 现在还跟爸妈在一起 没有 我爸爸是08年去世的 我妈妈是去年去世的 完了我才考虑是找一个 要不然我就是自己一个人了 我有点替您发愁 我们应该找什么样子 我们听听几位老师的电影吧 刚才听完对您的采访之后 就想起套娃 这套娃我们看到一大根了 打开之后里边还有一个 再打开里边还有一个 再打开里边还有一个 今天在台上呢 您呈现的那一份自信 是最外边的一个 然后聊着聊着就把这打开了 那个小姑娘就出来了 我也遇到了很多 有您这种心态的人 别瞧有的人60甚至70 我跟那个80多岁的老大姐们聊天 他们依然像个小姑娘一样说话 就那种状态 完全彻底放松的状态 我就是这样的 我对情感是有一份需求 妈老师如果有何事的你帮我介绍 我说大姐可能我身边这样的男士 相对而言没有那么多 原因在哪里 渴望那个人是谁呢 可能是一个无私的父亲 我们时常说的如父如兄 对 但是那个人在哪里 我们知道我们要什么 可是我们一直没有找到这个人 这就是个问题 希望有一点启发 谢谢 您看您第二关键词 说再婚要聊三观 其实我倒觉得 您的再婚 需要跟一个人 首先聊的是生活习惯 但是这个人的生活习惯 不一定是跟您一样的 那我是觉得 如果这个人生活习惯跟您一样 其实这个人的性格也是相对强的 就是他反而不能够包容您 我们经常举例子 说一个家庭 谁占领了厨房 谁就是这个家的主人 那其实厨房只能一个人管 如果两个人都做饭 这个灌瓢盆 一定两个人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两个人就会有冲突 有矛盾说 我这个锅应该放这儿 我这个碗应该放那儿 我今天要用这个碗 放到您家也是这种情况 如果两个人都很爱干净 在我们对家庭的打理方面 只说从卫生这一方面来说 两个人也会有冲突有矛盾 所以我倒觉得您应该是找一个 可塑性强的一个男性 就是他的性格相对随和 可塑性比较强 或许他在认识您之前 生活习惯不符合您的要求 但是他愿意为您改变 或者说他觉得这些无所谓 就是你怎么去让我干什么 我都可以接受 恰恰跟您生活经历 有一些反差的人 或许他更随和 更随意一些 以往的婚姻呢 我觉得更多的是条件婚姻 这位男士可能是 比方说学历啊 然后他的工作呀 家庭啊 可能和我们家可能比较匹配 可能就变成一种条件 但是其实我觉得很遗憾 就是当你说 我再婚得聊三观 那么我的三观 很接地气的时候 其实似乎又出现了 一个条件婚姻 就你得符合 我自己对生活的一个 刻板的要求 比方说我对卫生的要求 可能我对消费的要求 那如果符合我这个要求的人 你可以走到我身边 可能恰恰忽略了 我们和人之间的这个沟通 为什么我们说 到了六十岁就耳顺呢 就是我们能听到 很多不同的声音 那也许随着岁数的增长 可能我真的没有力量 天天洗来洗去 那就不洗呗 都死不了人 只要死不了人的都是小事 所以我特别希望 我们能够更宽泛的生活 所以特别希望找到一个 像你一样热爱生活的人 热爱生活的人往往就愿意变 好不好 特别希望您在这个年龄段 真正的恋爱一回 找到爱情 谢谢 那女生您对这个 择有对象的这个年龄 有要求吗 没什么要求 就是七十一里 七十一里都可以 都可以 那还巧了 我们下面的这位先生 正好今年七十岁 咱们认识一下他好不好 看看他是不是像我们金英老师 几位老师所说的那个可塑性比较强的那样的一个人 好 我们赏声欢迎一号男嘉宾 您好 哎呀 拱手礼太棒了 这样我们两位交换一下座位吧 谢谢 一号男嘉宾郭志向 七十岁 北京人 第一 七五一厂维修管理退休 刚才女士说了 这个他要找的一个人 必须得跟他一样爱干净啊 平常在家呢 就算是不擦地 也不能搞破坏 对吧 而且呢 不洗澡 不能上床睡觉 问问您啊 每天您洗澡吗 一天一个 咱就可以有上床睡觉的资格 您平时在家里 这个退休生活都怎么安排啊 退休以后 一直在打厂搞电梯喂饱 水电工程维修 您还一直都在忙着 没闲着 头年二十五号晚 我半年那个公司离职 二十八到日本去了 我也头年一直去了日本 日本打工 还上日本打工去 你打工都打到国外去了 那没办法 那嫌不住 您现在也还在打着工吗 不是 我二十五号 封日本回来的 回来以后 回来半个月吧 日风我就疯了 要是没有这个疫情呢 您还去找办法吗 没这个疫情 我听到四月晚还有过去 问问女士啊 女士您是医生对吧 那您现在还在返聘 还在工作吗 没有没有 没有了 完全是退休状态 那如果比如说有单位 说花重金聘请您 继续回去 再帮我们在这个 这个初初诊吧 您去吗 去 为什么呀 就是享受退休生活多好 就不想再忙了 对对对 带那个我们院里的老人 跳跳舞 唱唱歌 多快乐呀 那像先生这种生活 您会支持他吗 我 那我问问先生 如果要是您找了个老伴 对方要是说 咱们现在这个晚年生活挺好的 这个咱们比如说 等疫情过去 咱们出门旅旅游啊 有很多的地方 可以去逛街呀 吃饭呀 有很多生活可以享受 别干了 咱们一块这个玩一玩吧 就是想玩 想玩就想发展 发展为什么 又没得干呢 你没有一个正经女人守着你 她就去玩吧 挣钱去吧 那我问您啊 女士刚才您看到女士 在家里边那照片了吗 看看 其实挺随随珍惜的 跳着舞也挺随和的 吸引当年了吗 吸引了 吸引了 哎呦真的假的 真的 完不加说 真吸引了 就是什么 您这种气势啊 生活方式就这儿 有男人没男人必须好好活着 叔叔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呀 您觉得这女士特别好 好 特别好啊 好 你有什么想法没有啊 不是 反正我想法多了 就是 我想法是什么想法 让她找一个好好的 适合父亲的人 哎 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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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意思 价值还行 你父亲去努力再找一个 男人有的是 合着你自己女士的想法 就是让女士赶紧找个别人 是吧 不是 我还不适合你 干什么不适合 为啥不适合 为什么不适合 因为年岁也不适合 第二人 人家年轻漂亮 这个是北京城里脱了帽 好 没问题 谢谢 老门女士 您是怎么样 您想继续听先生的故事 还是到场上休息 我下去 休息是吧 好 如果接下来再找的话 您希望自己 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呢 彼此之间能看得上 就有眼有儿 我觉得其他的都不是问题 那对于您来说 这个户籍啦 年龄啦 重不重要 年龄不重要 但是户籍 如果你要是不是北京的 你会不会没有房子 完了 关键是你的医保问题 还是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择偶化是这样的 咱们先暂时找的情况下 不要再太限制自己的 这个择偶范围 毕竟咱们 对 找一个人 是先得看这个人 然后才是他的物质了 其他的一些情况 只要这个人跟我脾气相投 志趣相投 能挖在一起 这其实才是最重要的 那一号男嘉宾啊 已经坐在了我们的舞台上 那他经历过怎样的人生故事呢 接下来我们进入 原来是你 一起来看大屏幕 三个关键词啊 第一个呢是 事不过三的相亲经历 第二个是 人生在于折腾 第三个是 七时而立 一个一个来看 这事不过三的相亲经历 是怎么回事啊 日本籍这个女人呢 她是单身一人 她是没结果婚 不是结果婚 没生过孩子 她自己呀 现在日本有公司 完了中国有公司 养着跑 她就忙自己的事了 现在到老了 希望找个男人 去客户她守护她的 那不挺好的吗 女士对您意向也挺好的 是吗 挺好的 但是这事情呢 不是说咱们所想象的 那么顺利 第一个问题 她带我到日本大使馆 去办哪些 结婚登记手续 完之后 她就差一个 日本籍的户籍的 负金件 和证明 我们就不给那些开了 一次领证 没领成 第二份呢什么 她打个回北京 或我过去 再办哪第二份 结婚登记手续 又发生什么事了呢 脑梗 你看看 谁脑梗了 就这个 日本籍的女士啊 脑梗 脑梗了完以后呢 我在北京还 家小还练车呢 她脑梗以后呢 我就过去吧 她在日本医院 住了20天 您陪着来着吗 我陪着10天呢 在日本医院 等到再出来 想去再办手续 她一个身体也不行了 第二呢 是什么呢 她那个证明呢 只能再自作两个月 你过了两个月以后 过费 过期了 对 过期了 所以这两次吧 就是两次登记 全都缩费了 还有第三次 我说还有第三次 第三次怎么办 第三次呢 本来说这个 过完春节 她就回去北京 拿着所有证件 在北京 日本大使馆那儿办理 回到日本那儿办理 疫情来了 新来了以后呢 我估计就吹了 她是过不来了是不是 还来我跟她讲 我说你看到没有 一次不成 两次不成 第三次你想得成 我想得成 又不成 我证明你我之前 咱俩没什么缘分 咱只能当个兄妹 只能当个朋友走 她说 你们之间就是感情 还挺好的 但就是这个命运多船 总是有很多波折 还来我不说迷信 我就是人就是这儿 就是磕磕碰碰 传传呼呼的 我说咱这一次不成 我说那怎么办 我说那边当朋友走 当兄妹走完了 她说那日本的话 你想什么什么过的 这酒店呢 我说你算我的一半 其实我别投资 其实人家都是富婆 她在那边有酒店是吗 她也民宿山庄酒店 那她对您真的挺好的呀 她说给我一笔钱 她说让我再找别人去 还给您一笔钱再找别人 她说给我一笔钱呢 因为这段时间 我一直陪着她的 因为他们没有什么 没什么亲生可陪着她的 她也没孩子 然后最后跟我说的 我给你点钱 她说你自己再找一个去 我说要找也行 我说你帮我找一个 找个日本籍的 我说天上省着你 她那我怎么帮你找啊 她说你自己找吧 她现在身体到底 是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她说恢复到现在 开车 拉着我朝太平洋去玩去 到东京大阪 就好了 那这不挺好的吗 好了 她跟我说的 她说什么 回光返照了 她说可能还要掉 第二份刀梗 那她现在到底什么态度 她是想跟你在一起 还是说就算了 咱俩就当朋友了 她的态度 她就是什么 假不止的 这是来我拉抽的 我现在这心呢 我也不知道 是跟她好还是不好 我现在守护在哪啊 我守护那个日本的 山中民宿酒店 那山中酒店 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吸引力 你什么都能遇着 七十了 她还想去日本 去干活呢 那酒店才开车 她那个山庄的手续 就是股权啊什么的 给您明确了吗 还没明确呢 那没有条件吗 没有说您必须得 跟她领证结婚什么的 才给您 现在她想这儿做 我不想这么做 你先问我把心投给她了 哪天人家一翻脸 讽人吧 混蛋吧 等一会儿啊 那我又瞎了吗 等一会儿啊 您是说不想跟她领证 但是又想去那个山庄 去工作 对 两头 干着没有两头田 是不是说 两头您都想占啊 现在对我来说明 就得两头田 我们明白您现在有没有 确定跟这位女士的关系 怎么发展 就当朋友走 当朋友走 当个兄妹走 假如今天来的女嘉宾 有一位说 我挺喜欢这位大哥的 或者说我喜欢一号先生 但是听完您这一段 您觉得他会继续跟您交往 还是说这大哥 这大哥有谱没谱啊 怎么心里 吃着锅里看着碗里的 观察室里不就有女嘉宾吗 咱们听听大家的想法 那他既不想跟这位 在日本的那个女士 划清界限 但同时呢 还想再找一个新的伴侣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能接受 接受不了 接受不了 您是几号女嘉宾 二号 二号女嘉宾 不能接受是吧 对 其他两位呢 不接受 假设你们要是愿意 和这位先生发展下去 你们希望他怎么做 这个偶断丝连不行 必须一刀两断是吗 是的 假设要是这位先生 真的说和那个日本的女士 共同经营那家公司 然后呢 你们呢又能够结婚了之后 那说不定对您的生活有好处哦 不用去 我愣穷我 他对这观点不好 两位老师想发表一下观点吗 我发现啊 您这个不太像七十 您像十七 就突然间发现 人生有了希望 就是从和这位女士 这个恋爱开始 您发现您自身 有特别大的价值了 不管是你的能力 我觉得在这个山庄也好 你发现你的那个能力 被广泛地称赞 一下得到了极大的这种肯定 然后就觉得还要继续 是这意思吗 继续得到特别多的反馈 但是和这位女士在一起呢 其实有可能您并不舒服 她也是单身了一段时间 所以呢 她又是一个这个年龄段 也六十来岁了 是吧 她认为她比你强 可能还得指指点点 对吧 您还有点不服气 因为您这精神头不太服气 您为什么直接把一号女的 就说拜拜 姐妹儿 您爱找谁找谁吧 因为你发现跟她在一起 你也占不着什么便宜 所以我是说 你看刚才那二号吓走了 吓得说不行 对吧 所以我特别不希望 就是什么呀 就是您要想准备去继续 在那山庄里发挥余热 您就先别找 您明白吗 您找谁 您带去人家都不舒服 而且人家都脑梗了 刚才您这一比较这脑梗 我看脑梗对您 其实有沉重的打击 是啊 知道吗 因为您这么比较 我给你学去啊 这走路还就是晃晃 呦呦 我一看就完了 其实这有脑梗 对您的影响是巨大的 对不对 所以您是不是还觉得 幸亏没领 您说对啊 您看看 人家跟您了 不管 看到你都已经刺过人家 咱说实话 这人嘛 挺有人心的 所以特别希望 要不然您就踏了 是跟人家 要不然呢 您就在中国 对吧 在这块发挥您的余热 找一个 这个相爱的人 在一起生活 您别两头 这甘着真没有两头甜的 好 那叔叔刚才 我们几位专家 都给了您这个建议 真的您得好好 做一个决定 好不好 那我们再简单说说 这个人生在于 63岁的张女士 晚年选择 与朋友一起度过 但 看看都这个点了 咱们该吃饭去了 行啊 咱们吃什么呀 又来电话了 老公 那我先走了啊 拜拜